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你们拉球吃球时间不长 为什么 然后去告诉大家原理在哪 问题在哪 我让很多叶球试了一下 就大家普遍的问题是啥呢 就是这个触球这一下啊 大家把这个转腰跟收臂啊 做成了什么 一下的动作 就是一下就完事了 所以说你吃球时间 你想自己吃球时间长 你不让他出去 他都控制不住 那么明白吧 就是你们把这个 比如说拉下圆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 我这个吃球时间长吗 我想长也长不了 是不是这种感觉 大家看一下 问题就在于 你们把这一下 做的太短太快了 明白吧 你看 大家有看 你看看出了什么问题吗 有看出什么问题吗 其实从动作上 从动作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吧 动作上也是从这到这 我也转腰我也用腿了 但是为什么他这个吃球时间会显得 这个吃球的声音很薄 并且很空 然后手上吃球时间太短 太短太快 所以说大家普遍的拉球 都是这种声音 都是这种声音 所以说你们吃球时间不长吗 吃的不厚吗 对吧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对 喜欢我们全人报教学的 大家点点关注 感谢大家 不是故意没做完整 大家拉球普遍都是这样 你们总觉得是什么 我这个拉球啊 就是应该 我用腰吧 带着手 转腰收臂 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 应该我相信大家听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转腰收臂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是的话 你扣个1 是不是大家听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转腰收钱臂 转腰收钱臂 对不对 你要觉得是 你就扣个1 你有没有听你身边的球手说 有没有听你身边的这个教练说 转腰收钱臂 对吧 然后再加上爆发力 对吧 出血绕爆发力 那不就是我刚才做的这种吗 是不是 所以说转腰和收钱臂 它不代表错 但是单从这个字面的理解 转腰收钱臂 就是我刚才拉的这种 对 其实拉球 它不是这种转腰收钱臂 转腰有转腰的方法 有转腰的细节 收钱臂 也有收钱臂的方法和细节 手腕手指也有这种 手腕手指抓球的细节 如果说你单从转腰收钱臂上理解 你相信你相信我你是肯定练不好的 你只能拉一般旋转的球 对吧 你只能拉相对舒服的球 但是你想做到吃球吃住 你像专业运动员 或者说咱们夜夜球是拉的好的 吃球吃得非常深非常实的 你做不到 做不到 明白吧 你做不到这个 你看你看我有没有错 转腰收钱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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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像是你看我拉球像不像咱们 平时咱们这些夜夜球拉球的感觉 很干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球吃得很薄 我也发力 你看我再给你发个力 是不是感觉这个力很又干又死 很死这个力 没有这个吃球就是当当 而不是蹭蹭 这种感觉 是不是 出球瞬间加速 不是加光加速 你看我今天为什么要拿出时间给大家讲这个 大家理解的都是太片面的了 所以说你们还是找不到那种吃球时间长 能让你这个手上牢牢把球挂住的感觉 就我拉高调我能把球粘住 我拉前冲也是手上吃着球的这种前冲 这个你才能做到有数 你看大家看着我刚才拉这种吧 这是一种不能说错误吧 这是普遍大家存在的一种问题 不能说错误 这个现在需要你们去做出一些改变 需要你们再去往下一个方向 什么就是我让持球时间加长 你看我再给你拉一个正确的 你再看一看 我还是转腰前臂手腕 但是你看我出现了什么不一样的呢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还是转腰前臂手腕 我用的用的还是他们这些东西 有人说板头板头只是一小部分 这并不是最主要的 对 并不是最主要的 站位是一样的 脚也是一样的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哪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我现在告诉你不是银板 我跟你说 所有的身体的走向完全都是一样的 发力也是一样 但是发力的方向 很转腰的方向 对吧 是出现了一些不一样 你看啊 我大家看一下 错误的 不能说错误的 大家离这个平时学的 你看转腰和收臂啊 转腰收臂 看见了吧 转腰收臂 大家看 你的收臂跟转腰是往这个方向来的 没问题吧 没问题 看是不是往这个方向来的 是的 这个方向你让我抓 我也抓不住球 它的持球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就你怎么加摩擦 它持球时间都非常短 你看我给你 加巨大摩擦 你会感觉这个球你是推着它走的 它是从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来的 对 所以说 吃不住的 谁这么拉 谁都吃不住 是的 那我告诉大家 主要的问题出现在哪呢 不是包住 来 我告诉大家 你看啊 那我如果说 我把这个发力方向 我整个转腰 往出转的方向 我不从右往这边转了 我从 往这个方向 往那个方向去转 就是腰往 陈昊老师那个方向 有力往外的感觉 有力往外去转 手腕有力往外去转 对 然后边转 带着钱币自然手 你们这个整个的发力 就是往那边去转 往那边去 去发力 是的 你们就能把持球时间加长 虽然说我现在说这些 你们可能觉得 哎 这什么意思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对 但是你明天去试 你就知道了 你再现在再看一下 我的正常拉球 对 你看 看到这种感觉了吗 看 我给大家做一慢呢 冲一个 有没有感觉持球时间变长了 有 有没有感觉顶得更实了 有 是吧 你会感觉这个我整个身体 一直在粘着这个球 控制这个球 外弧线 有 外弧线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记住你的腰 一定不是直接转过来 因为大家看啊 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一个 躯干的这个位置 你如果腰直接转 这个力就是一下完事了 一下完事了 看见了吗 一下就完事 这就是大家转腰 转腰完 去手臂就完事了 它是很干的力 它延伸不了 你看吧 那你看我要往那边转 我要往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转 你看 我这 我整个的这个力 我出去这下 是这么方向转过去的 你说我往这个方向转 我手 我要往这个方向转 它能不能最后回得来呢 它还是能回得来 对吧 你看 我转完以后 我就这一下往初转 手腕也是 手腕也往那边转 但是你看 我手腕往那边转 板头最后 跟着前臂 它是不是又回来了 你们去对照一下 是不是这种感觉 但是 别小看我一下 我这么绕出去 这一下 这一下 整个的吃球时间 跟球的角度 就发生了变化 跟球的角度 你可以跟球 合上更大的力 你能吃球 吃得更深 你能吃球 整个身体的 这种吃球时间 更长 更厚 你从哪看出来的 什么看成啥 他说陈浩老师 对防的教球 有点疑惑 你从哪看出来了 你让谁拉 你就找就是拉照 拉的好的人 他都是这么拉的 包括我让咱们叶玉秀 跟他说完这一点 就是他不敢试 我之前让他拉这么拉 他不敢 对 他说我这么拉 那不拉那边去了 是 我说你先拉 对吧 我说 我说你先拉 他往那边拉 哎 他自然吃球时间就加长了 而且自然什么 我这整个腰的 这个手上 手腕 这个吃球时间长了以后 整个质量就变高了 你吃球时间长了 就证明你手上的 可控可调的时间就长 他在你板上吃的时间 越长你越有数 越长你越有数 所以说你看你质量高了 你越长又有数了 那你就质量又高了 越有数了 那你正好不就进步了吗 所以说 我刚才讲的这个 大家你一定明天要去试一下 大家能听 如果我讲的你能听懂 大概能听懂 你扣个椅 我看有多少人听懂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说把你的整个转腰的整个转腰的这个方向 向你的鞋前去转 手腕 带着手腕也是向鞋前去转 然后不是说让你转到这就停住 正常一转 手腕一转的话 你看我往这一转 手腕你看带着钱币 他又回来了 他不还是我正常的动作吗 是不是兄弟们 是的 他不是说我挥到这我就这样了 对的 对吧 你看我这么一转 手腕一转 钱币一收 你看他还是回来了 但是你整个这一下的时间就加速了 速度是我一点都不慢 加速可不是这加的 加速是这加的 这加的 那么厉害吧 所以说你看我再给大家拉俩 你再对照一下 我刚才给你们讲的 明天对明天去找找感觉 所以一定要去实践 一定要去实践 斜线和直线是一样的 大家看 对 你看我拉斜线也是 拉斜线也得是先绕 绕完这一下 绕住 抓住这一下快 快转快熟 这一下再过 这一下还是要 你看还是要出去的感觉 对 确实 确实是这样了 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我们 球友们啊 拉球就是刚才方老师说的 老是觉得是最后去发力 是往这边发力的 实际上就是有点往外扔的感觉 这个看星星的眼睛 说的非常对 半径放大了 同样的动作大小 半径大了 你的持球时间加大了 但是并不是我用动作加大了 因为动作加大了以后 你的力是散的 你看吧 你动作加大了 一你费时间 第二你这力很难集中 但你半径加大了 你还是小动作 但是半径加大了 这个就加大了你整个持球的时间 加大了你的质量 而且你动作并没有加大 它是身体的整个走向 它并不是说我动作挥的 你挥的越大 你肯定越慢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整个这个方向加大了 自然的话 一手 你的整个动作变得非常圆润 是一个半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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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整个拉手的地方 在这吧 给大家看一看 一拉一转 前面一收 前面一收 是不是一个半圆 大家你看是不是一个半圆 很圆的半圆 那大家拉球的角度是什么 从这一转腰一收臂 你们是直接过来的 所以说球在你们的板子上待不住 你身体也跟它合不上 就是你身体的转腰蹬腿 这一下容不进来 一碰擦一收 你肯定板子有弹性 胶壁有弹性 你这么一收就出去了 但是你先往外去顶一抓 这个球是这么过来了 这样是的 腰一顶一转 然后你再一转 它整个是这个持久时间 是这么吃着的 然后转出去的 这么吃着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角度 这种感觉 看着了吗 腰一顶 这种感觉 对吧 你腰往那边的方向去转 然后一蹬就过来了 我腰转出去 转出去 这个大家知道 所以说 这个才是你们吃不住球的关键 咱们有拉球感觉 我就想吃吃吃 就稍微时间长一点 像你们专业那种感觉 整个粘在手上 看着就有数 如果你也想拉成那种感觉 你必须按照这种方式去拉 如果你的转转腰手臂 一直都是这种捷径式 捷径式的转腰手臂 那你记住肯定是没戏 肯定是没没没法做到什么 做做到正手有数 而且质量你也没法加 你都没数你怎么加质量 没数的加质量不就是懵的吗 是不是 大家点点关注 如果你觉得你学到了一点 你把大家点点关注 而且弧线非常稳定 这个是正确的 你吃球时间长了 你自然就稳定了 那这球在你球在你板上待的时间长 你肯定稳定啊 那我就拿个比方 就是你看啊 大家看啊 我现在往那个球盆里打 我这么打 我容硕力低吧 那我这么打 我抡过去 是不是 你就离得越近了 就好像好比什么 这么吃着它 然后一手 吃着它 一手 你没法没法没数 你整个在出球之前 你把它所有的需要的摩擦 撞击以及方向 你都靠腰去调好了 你不用再去说 我用手去掰它 哎 弧心压点 哎 起来点 起来点下拳 你这样拉是没法拉的 是的 我在出手之前 我这是已经去调完了 我这已经调完了 所以说你看啊 大家看我再给你们拉 浩哥你就这样 你这个地方随便喂 你看看我没有说 拿动作去调这个球 还是说我之前 用整个前期去把这个调好了 然后最后收尾 都是一个很顺的出来 你的拉球质量才能够 没有问题 对 你的肌球才能更集中 你看你看一眼 你看一眼 没有说我去拿动作去调 我又没有拿动作去调这个球 没有吧 没有 是不是我都是拿身体去调这个球 是的 对吧 你就可以做到每个动作都很顺的去出去 把节奏对上 球调位置调好了 你们也可以这样 而不是说我会一半 我赶紧去调 那你说你这动作到一半 你就给它力量变成这样的力量 要就变成这样的力量 它能出来力量吗 这不可能啊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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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